大家好 我是封印 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杀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期的视频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武将 每期视频之前 以后都给大家介绍一个武将的一些基本的打法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的这个雷包的一个武将 他叫张秀 这个武将其实他的名声是比很多武将都 很多武将都要大的 因为这个武将跟曹操有点关系 让曹操痛失爱将对吧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两是四血两技能 第一个限定季出牌阶段 你可以废除你装备区和判定区 现在的武将怎么都喜欢废除 直接是把装备区给废了 我记得上期视频也是有个武将 也是废了什么区 然后指定一名其他角色 直到回合结束 你对其使用牌无距离和次数限制 然后其不能使用和打出手牌 限定季只能用一次 第二的话 首先是出牌阶段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一回合 你是不能屏蔽掉你的勒布斯鼠和冰凉寸段的 因为你出牌的时候 勒布斯鼠和冰凉寸段的效果已经过了 所以说你要等到 这回合以后 你才能 你就不会被热 不会被冰 然后你没有判定区 闪电也对你是没有效果的 然后是限定机的话 所以说它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你看就是 无距离和次数限制 相当于是可以多杀 然后呢 无距离 顺也是随便能够顺得到的 杀也是 无视距离的 然后呢 其不能使用和打出手牌 这个呢 就跟戒关羽 对吧 就跟戒关羽的一绝 的效果有点相似 不能打出手牌 总之来说 这个就是在关键时候的用 可以秒一个人 也只能用一次 所以说 要发动限定机的时候 一定是要 尽量达到秒人的效果的 因为如果说你 如果说你没秒到了人的话 首先你以后不能用了 第二的话 你没有装备去了 你也有负面效果 基本上这个武将 如果用过之后 就还是比较废了 虽然说它有 还有一个技能 当你成为锦囊牌的目标时 若此牌的目标数大于一 则你可以交给其中一名角色一张牌 然后摸一张牌 如果你给出的牌是装备牌 然后摸两张牌 这个其实就是 相当于我觉得是一个补充吧 对这个武将用了限定机之后 让他稍微 对吧 比白板要强一点 白板其实还可以挂装备呢 稍微比白板强一点 给他加了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 发挥空间不大 为什么 目标角色大于一 你无非就想说是 万剑难瞒这种锦囊 对吧 这种锦囊能有多少张 对吧 而且你也只是交给一张牌 摸一张牌 这个 其实 收益呢 也不是特别大 给出装备牌 可以摸两张牌 一般情况下 就难瞒万剑这些牌 有些比如说 什么 例如啊 我决斗两个人 你是其中一个目标 你也可以发动啊 这也是发动时机 不过这种情况都比较少见 总之来说 张秀还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爆发一波的啊 你看武将特点 爆发一波能秒人啊 也就是跟他说的这个很相似啊 呃 当反贼 我还是推荐当反贼要好一点啊 可以秒主攻 就是适当的时候 秒主攻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武将 呃 我觉得这个武将一般啊 强将是算不 强将都算不上啊 中等强度的一个武将 啊 只不过他确实 你用的好 或者说位置 呃 运气啊 那些特别好的时候 他就真的能达到 出人意料的效果啊 他比如说作为反贼 真的能够就把主攻秒掉 所以说是那种一波流的武将 啊 不必多讲 好了 我们看今天的视频 因为今天视频有一局比较长啊 所以说只有两局视频 那第一局先看一局 看一下是什么呢 第一局先给大家来一局开胃菜啊 这里是 呃 还是以前一位朋友的投稿 为言内奸啊 一轮秒场啊 这肯定是一轮秒场 巨兽主攻 二号位 细子才啊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先辅的巨兽 直接是杀细子才啊 因为细子才没给人家 因为大概率是先辅的巨兽 而你选了自己摸牌 你就应该不太会是忠诚了 果然啊 这细子才是一个反贼 对着巨兽是一顿狂奏 你要说细子才是反贼 还是忠诚 对巨兽来说 其实对于细子才来说 都是很不错的啊 就是遇到一个巨兽 就是很不错的 这里叫一发入魂啊 一刀火杀 直接是一刀两血啊 绑了三个人六血 就是六张牌啊 直接是秒没六张牌 运气也不错 过得了一张连弩 主持人的选择呢 还是就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 也就是说 万一说推不下来全场 还是可以打的 因为他选择了先打关锁 一般那阶要推全场的思路 普通情况下 应该是先打反着的 先拿牌嘛 对吧 先拿牌 但是呢 那样的话就没有后推路了 因为你如果打不死 如果最后推不下来的话 那剩下就是主中方来 激活来打你一个 对吧 你这样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退路 而且关锁肯定不能留到后面 关锁肯定要先打 大家看到没有 刚才可能走得比较快啊 他这个主持人的细节还是不错的 借刀杀人 借了戏字财的刀去杀 呃 灵桶啊 这还是不错的 其实就 其实他杀李如更好 因为李如可能说更像中 更像忠诚一点 呃 为什么呢 因为他当时只有一张决斗了啊 主持人只有一张决斗了 他去拍戏字财 要保证拿掉这个人头 拿不掉这个人头 就直接中断了 所以说 他去骗了一手啊 直接是 借刀杀人 然后把最后一张杀骗出来 一个决斗就 把戏字财带飞了 呃 细节还是做得不错的 不过这个戏字财也确实傻啊 可能他没有想到 毕竟是没有想到 呃 就是留 他认为留张杀 多一张杀没有什么用处啊 因为 他没有想到魏延会留一张决斗啊 那这个肯定是不得不防的 呃 这期视频呢 也是比较长的一期视频 有39分钟啊 这里还是速度稍微加快一点 呃 这期视频主要讲一下 首先是看一下神兆云 是非常强大 这里是 呃 三血的一个神兆军 改版之后 血越多 神兆云就越强啊 改版之前 神兆云 血多了 反而对他的技能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定的负面效果 也有正面效果 也有负面效果 但是总之来说 改版之后 神兆云呃 正面效果要大得多 为什么 因为他血越多就可以存五张牌 啊 可以存五张牌 而且他并不需要 以血线 就是以三三血 并不需要用三张相同化的牌 打出一个效果 对吧 我只用 现在我用 就是 黑红音方啊 对吧 只用一张牌 就可以打出那个效果 比如说你拍两张方块 也可以这样打 不过就是两点伤害了 伤害就要加一 两张桃 像这样打法的话 那就是直接可以恢复两滴体力 有人问 你两张桃 恢复两点体力 跟一张一张的出有什么用啊 大多数情况下 确实没用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是有用的 什么情况下呢 你救别人的时候 你又救别人的时候 你只能救一次 那么就关系到 能让他把体力回到一 还是回到二 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区别不大 但是有些武将 可能就有区别 比如说像春歌啊 这种武将 对吧 他体力回复到一 跟回复到二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直接是九杀啊 这局呢 也是直接是五反 神兆云主攻啊 这种局五反的话 我觉得可以理解吧 只能说是可以理解 对吧 至少说 但是也不能说是赞成这种玩法 就是 但是如果说 是不是神兆云主攻那跳反 我是坚决要反对的 而且坚决要批评的 而且我会 就是直接是拉黑的 但是 建于什么神兆云 神兆云这种主攻的话 你内进跳反 也就 只能说是可以理解吧 不过最可笑的是 就是你五反的话 而且忠诚啊 还有一个比较废的六话 这种情况下 反贼方竟然输了啊 这也是 首先是体现了 神兆云的强大 第二呢 也是反贼犯了很多错误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 现在的神兆云 非常非常的bug 这里先要开快一点 不然这个视频时间太长了 都觉得神兆云特别的bug 但是 就是神兆云还是有一定打法的 但是 最禁忌的一点是什么 就神兆云 最禁忌的一点是 一定不要 让神兆云过分的过牌 就是神兆云 这个版本的神兆云 是零过牌的 以前的神兆云 你三血 比如说现在一血 就可以每回合 就是开始的时候摸牌 就摸四张牌 两血 上线一血 就可以摸三张牌 三上线一血 就可以摸四张牌 但现在 你摸牌阶段 永远是摸两张牌 那什么时候可以过牌 你冰死的时候可以过牌 所以说 你只要不把他 打得冰死 他就不会过牌 而且只要进入冰死阶段 就是两张牌的过牌 除非说你能保证他 就刚好 冰死阶段 他刚好就死了 对吧 真的就死了 所以说 你看这一局 神兆云进入了多少个冰死阶段 一个冰死 就相当于是一个一记 一个一记的过牌 而且神兆云的两张牌 可比 就是其他任何一个武将的两张牌 都要重要多了 因为这两张牌 而且 就是你只要把他打死 你很不容易就是很不容易去激活神兆云 神兆云四个变化中有三个变化都是可以防御的 防 一个当无蟹 防紧蓝 一个 草花 防闪 就是可以当闪用防杀 然后呢 一个是当逃用 即便是方块 即便是方块都可以防下决斗防下蓝蛮什么的 所以说对神兆云每一张牌都很重要 所以千万不要让神兆云过牌 所以说就神兆云其实克制神兆云的武将还是一些对手牌控制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灵筒啊这种武将 或者说是像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好招对吧 像这些武将就是可以对神兆云手牌进行控制的 没有手牌的神兆云就是白本 当然神兆云的装备也可以是也可以的 当那个规则去打出的 这一局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两个忠诚其实都被打得非常非常的惨 但是后面的话后反贼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这种阶段下反贼太想去激活主攻了 导致的后果就是主攻一直的滚雪球 你只要没有打死就是两张牌啊 没有打死就是两张牌 有草花我当闪用 有黑桃我当无懈用 有红桃我当桃用 对吧 所以很难打死 进一个兵死就是两张牌 哪怕你说是你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激活 这种我都觉得不一定能打死 那这个时候比较稳健的打法 稳健打法先把廖花打了 对吧 先把廖花打了 最后五打一 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而你这个时候一直去推神兆云 你没有推死 神兆云就有过牌 有过牌就有爆发 有过有爆发之后 现在反贼就开始崩 就开始崩啊 死了第一个就开始崩了 因为你死了第一个 代表你反贼方就已经没有桃子了 一下就倒了三个反贼 这局是全程是无反的 而且这个廖花还是比较废的 当然夏侯士还是有点硬的 因为夏侯士每次给我们的那两张牌 其实作用还是蛮大的 就打到这个时候 其实胜负 我觉得神兆云已经有60%的几率是要赢了 为什么呢 我就说即便没有这个廖花 神兆云都是有60%的几率要赢的 神兆云是可以一打二的 就是只要不要 只要没有那种克制神兆云的武战 都是可以一打二的 曹 曹直加董云其实已经不弱了 对吧 光董云的单挑就很强 曹直也是非常耐打的一个武将 但是并不是神兆云打很多 打有些武将 他甚至说单挑都不一定能打得赢 就打神兆云还是首先是就是对他手牌可以限制的武将 第二呢就是一些可以强推的武将 比如说封技能的一些武将对吧 接关于戒马超这种武将 但这种武将单挑神兆云还是打不过的 必须要一个辅助配一个 先来一个辅助一个曹瑞加个剑马超什么的什么的 就有可能打得赢神兆云 比如说一个流鞋加个剑马超之类的 就打神兆云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觉醒后的孙策是打得赢神兆云的 因为反应魂八排也是比较克制神兆云的 就说白了 要神兆云怕的什么 第一是对手牌有限制的武将 第二呢是就是可以封技能强杀的一些武将 你要通过一滴血一滴血的打是非常难的 因为一滴血必然会导致两张牌啊 尤其是在冰死的时候 你看这个九杀啊 即便是这种二打一的情况下呢 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呢 要适当的虚报啊 适当的虚报 打神兆云是不能就是这样速推的 就是还推不掉的 一滴血一滴血的推是推不掉的 而且这种难满也是相当于刚才他开了难满 也是伤害到了自己的队友 你看像这个时候他用九杀的 大概率是打不中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草花可以当傻 你发现没有刚才这一轮其实很危险 如果说这个曹子没有翻面 可能神兆云就死了 那现在的话 这个曹子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这里就直接快进了啊 就是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神兆云打神兆云的话 他没有过牌 他没有任何的过牌 只要他不进兵死就没有过牌 他只能是每回合裸摸两张 然后呢 他的 他虽然说装备也可以续爆 手牌也可以续爆 但是呢 就是说并没有强到那种玩 非常非常恶心 比如说他并不像吕蒙 像刘表可以续爆特别多的牌 对吧 如果说你有二打一或者三打一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如果对面三个进行虚报 他回合内 无非就是方块当火杀用 这个输出还是有限的 可以给他耗一耗 等有木马 或者说有足够的输出 再来激活一波打神兆云 这个跟打春哥有一点点类似 所以说千万不要一滴血一滴血的 让神兆云重复进入冰死阶段 这样的话他会过更多的牌 那好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